摸到硬塊可能就是乳癌的前兆 你不見得你摸到乳房的腫塊 就一定是乳癌 最後來講你用的是只是 大家好 我是好運飛行俠 楊世榮醫師 讓我們一起好運起飛 大家好 我是楊世榮醫師 目前是在紅旗婦幼醫院 跟北醫生子重新服務 女生癌症發生率 哈囉 我是伊燕 那我們知道現在其實乳癌 在台灣來說 它是女生癌症發生率的第一名 而且衛福部還有統計報告說 其實每一天都有新增 30萬會的新的乳癌患者 所以這其實是非常可怕 可是為什麼這些乳癌患者 它會需要到動感 雖然乳癌看似跟生殖系統 沒有直接相關 可是它後續的化療理論上 都會造成生殖率的下降 造成生殖率的受損 甚至有可能會造成 補孕 像我這個患者的話 其實他只有30歲而已 他是在北部的某個醫學中心 就是手術之後確診 第一期的乳癌1A 他就要轉診到他們腫瘤科 預計在做後續化療這個期天 因為剛好桃園室的補 今年開始是25到40歲 市民動員不錯 所以他因為是桃園人 又還沒有結婚 所以他就輾轉就來我們的門診 一來我們就馬上評估 那MH的話是3.26Ng per mm 結果我們評估之後 要再看他的狀況 我一般的刺激的營軟的話 大概是月經第二到三天 可是如果像癌症動軟的 這些人的話 可能基本上他不太可能 再讓你再等到下次月經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要 評估之後可以的話 就直接採取就是隨機啟動 像這個Ks它本身來講 它是它並包到出來 它磁激素的抗體是陽性 像這種狀 你在整個移軟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更控制好 你磁激素的濃度 像剛才講的一顆軟300到350 如果排卵子打下去 越多的軟炮 可能它的磁激素的指味 甚至有可能到數千 甚至三萬都有 軟炮素夠多的話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預測 而且要控制它的磁激素濃度 以避免有可能 就是萬一如果你太高 造成日後 有可能是說一些 復發或是致癌的風險這樣 如果是骨盆腔的電療 它都有可能會造成 軟炒功能的 嚴重的受損 受損的話就會造成 射餘率的下降 甚至有時候可能會造成骨韻 就變成說 我們必須要搶在這個 黃金時間 就是在它手速到 然後排電的化療這個中間 完成我們整個取軟的動作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是 跟時間在賽跑 也就是說我們就是 取軟又要取到足夠的量 對 幫助它未來的生育 然後又要能夠控制它 避免它未來癌症復發的風險增加 對 沒錯 這非常的難耶 像如果它的時間 我們是18天取兩次 如果它給我們更多的時間 我們甚至可以 散步取到第三次 只是說當然這個患者 他的時間就是大概 控制大概三個禮拜之內 所以我們必須就是18天之內 完成這個不可能的量 有時候其實會有一個單身的點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癌它是一個遺傳性的癌症 那會不會就是我動軟之後 我要生寶寶 那我的寶寶會不會 帶到這樣的一個值 該怎麼辦 是 當然如果以目前來講的話 如果等到它治癌成功 可能就是數年之後的事情 那這個如果它 它如果不是自然受孕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可以 取得這個 它本來之前 比較年輕的時候 動的這個軟 它如果是結溫之後 我們就可以 把它解凍 再受精 那之後來講的話 就培養成胚胎之後 我們 但第一個來講的話 是可以考慮 就是做胚胎前的檢測 就是像PGS 我們先做PGT-M 就是先做篩選 它的Block-1 Block-2 這個本身來講 它是乳癌的 抑癌基因 所以如果是抑癌基因 它如果有 突變或缺失 就有可能會造成後續 乳癌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變成說 用PGT-M 先去篩選 就是排除 之後來講的話 這些OK的胚胎 再去做PGT-A 就是變成說 去看看有沒有 來設定異常 之後來講 可以提高它的 懷孕率 減低它的流產率 而且變成說 它活產率也會相對比較高 我想問一下楊醫師就是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盡快 加快的了解說 自己的乳房 會不會有一些 像是乳癌的症狀 或是更早的去發現它 有沒有什麼方式 像是 我們都知道 摸到硬塊可能就是 乳癌的前兆 你不見得你摸到乳房的總塊 就一定是乳癌 之後來講 可能只是一些 良性的纖維流 還是說 水流 這個都有可能 如果再做良性的話 當然就 建議定期再回乳房 外科醫師 能整個參謀 再增進去 我們這樣 建議說 一般的婦女 如果你是有月經週期的人 我們會建議大概就是 月經 肝乾淨 就大概是月經週期 大概第五天到第七天 這個中間 或者是說 像我已經是 停經跟引起的婦女 或者甚至連男生 都會建議就是 每個月固定一天 做自我檢查 如果是說 一般我們在自我檢查來講的話 建議當然就是 四個要點 第一個來講 四個要點就是 看 看的話 就是變成說 你可以站在鏡子前面 可能自己就注意一下 你倆的眼睛 它的大小跟曲線 是不是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變成說 看上面皮膚有沒有什麼異色 有時候有些人會出現 看起來有點像濕疹 或者它是紅腫 或者像說有甚至到潰癢 或者是說像一些 像橘皮組織 或者有凹陷 這個都要 還是要小心 第二個來講的話 如果是醋 你可以就是變手翻 然後 另外一隻手的話 就是手指定龍 用食指 中指 無名指 三個低指的指腹 來檢查對側 你可以用按壓 螺旋 滑動的方式 整個乳房的周圍 從乳頭開始 盡量是就是 就是順一個方向 順指針 你可以就來回 從內到外檢查 大概三到四圈 而且可以說你的範圍的話 要到 左骨的下方 還有胸骨的中線 還有肋骨的下緣 還有就是到 腋下 腋巴節 這邊 看有沒有腋巴節的走障 或者有摸到什麼問題 快這樣 另外來講的話 如果這一側摸完 就是我們對側再 一樣手要放後面 對會建議放後面這樣 第三項的話就是 我握的話 就是變成說 剛才你們是站立的觸摸 檢查 再來的話 第三項就是躺著 這跟剛才的動作差不多 就是變成說 不同的姿勢 看有沒有摸到不同的手塊 第四個的話是 擰 擰的話就是變成說 你用手指頭 食指跟摩指 你可能要 擠一下你的那個乳頭 確定一下是不是有什麼 不正常的 如果有的話 那基本上 這也會是一個假訊 它的分泌物的顏色 會是什麼樣 這個不一定 有時候來講的話 當然如果有些人 只是像說 面無激素過高 造成肚子 可能有分泌出來 那當然這個可能 就良性的 或者是需要再檢查一下 看是不是腦下水體腫瘤 還是什麼特別 那有些的話是 如果是它變成說 真的是乳癌 有時候甚至有可能是一些 苦臭的一些分泌物出來 或者一些顏色不太對的分泌物 那這個時候 基本上就是一個情緒 就會建議 到相關的乳房外科的門生 要做進一步的檢查面部這樣 我們今天非常地謝謝楊醫師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相關的問題呢 歡迎到 洪奇富佑醫院來找楊醫師 或者是我們搜尋 好運飛行俠楊士宏醫師的臉書 都可以再跟醫師做更進一步的諮詢喔 今天我們就謝謝醫師 大家掰掰 來自發言 我們一起來 我們的社會 就是我們可以按照你 店員的禁止 我們就來學習的 我們在學習的教育 我們在學習的教育 在學習的教育上 我們可以幫教學